FMQ1.5 自遊一生 漁夫自遊行 大家好 我是漁夫 很歡迎有個跟我們每個禮拜晚上9點在空中和大家做會 我們再來聊一聊 那麼在這禮拜裡面有一件真心想的事情 就是說有一位日本非常大的企業 這個人是他的企業的創辦人 他對著我們一個前部長來到我們台南 來到台南一聲就指定說要吃撒肉雞 不然呢 你是來行的地獄 抱歉 我的日記就不好 不過我剛剛有一個事情很心想 就是因為這位創辦人一開始就要吃撒肉雞 所以我朋友就敲來說 阿呦你最來行啦 為什麼我最來行 你這兩本車 一本移民台南 一本樂區台南 都那個成品書局的暢銷書排行榜的第一名 要吃撒肉雞不問你要問什麼 問我 我來到台南之後 我都是跟我們聽眾朋友說 很辛苦 那個什麼成功台語 因為這裡剪一些這些我們台南教授 大家都慢慢來 接近也有什麼 現在說要變成 如果有什麼外國來 阿賊來 或是阿本來 甚至連那些中國人來 大家就說 阿呦你去招待 為什麼我招待 他說 阿呦你沒有 反正你都來行的嘛 我們台南 如果要介紹我們台南的好料好吃 那不好介紹呢 這個就很難翻了 炒鮮魚要怎麼翻 那個什麼蛋蛋麵要怎麼翻 我就是喔 尤其我都不想喝 我都不想說什麼 Chinese Food 什麼都沒有 不是Chinese Food 就是台灣Nese Food 所以如果要翻 翻起來 有時候是台語的圍 你又拍 台語 要跟他翻作法語 法語還要翻作英語 這真的實在是喔 這大考驗耶 真的非常大考驗 好 這些的之外 我們台南還有很多好地方 出口的啊 甚至呢 我們台南也有很多好的建築 啊 這也是還要很頭痛 他們就有人幫我看 反正你就出書嘛 你也都第一名嘛 整品書局移民台南第一名 啊 再來又出一個樂區台南 你又第一名 啊你念的那個博士又是建築 啊不想你不想找什麼 我真的知道齁 你也拜託耶 台南市政府也沒有 我半生五人了 對不對 甚至呢 連我們這個樂市長 都這樣 跟他 暗市 台市 明市 發市 都什麼 什麼暗示 什麼事都試過了啦 喔 到現在沒有 一另外那個 呃 不然你也比較拜託耶 真的我獎狀來了 呵呵 啊 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啦 不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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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他要求要吃這個麻糬了 這讓我們這樣 想到喔 說啊 對一間喔 比較差不多 因為我們台南的食物都很好吃 但是喔 我們有很多這個 湧餐的這個頂巣 都滾味餅的這些形式 當然啊 滾味餅 有很多人 多的人是 喜歡滾味餅的這個形式 比如說 我小朋友 小時候 要帶他去吃東西 我們族駕總共一句話說 爸爸 我不要吃那個沒有門的啦 什麼有這個沒有門的 原來他說滷皮疙瘩 我們這個族駕很驕傲 他說要吃那個有門的 有門的是餐廳 沒有門的是路邊攤 後來就知道原來是這樣 他們怎麼能這樣驕傲 不可以 照常把他帶去滷皮疙瘩 但是 我老實說 我們有些環境真的要改變 尤其是我們台南的用餐環境 我們這裡的收藏 最沒有我們要保持的 我們不用說一定要很豪華的裝潢 但是我們要保持整齊乾淨 這最重要 讓人的印象覺得很好 有一個交代 來一個中國 那個也是 那個也有聽說什麼中國 什麼地質大開發商 如果他去的像海影集的就對了 他來 他國人 他國人私底下說 我想說他是第一次帶來台南 結果他怎麼說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已經來了四十幾次 四十幾次 蛤 四十幾次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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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說你這個這麼好的人 就一定要住那種大飯店對不對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都住民宿 民宿 蛤 住民宿 我為了要體驗這個台灣的生活 所以我才住民宿 啊 結果呢 早上我帶他去吃某某的一間鹹味 結果他在說話 很深色 他說話怎麼這麼好 他說你們台灣的這個店 看起來都是外表不怎麼樣 但是裡面真的很好吃 進去吃真的是很好吃 那我們呢 我們是那種外表看得很漂亮 但是吃起來都不好吃 那這句話喔 兩麵巨道 這人也會說話啦 實在是說話 但是喔 也有那種 日本的朋友啦 來吃我們的某某某 這個蛋子麵 啊 吃這些喔 他就說 你怎麼吃這些 你怎麼那個湯都不要喝啦 他覺得湯太鹹 太鹹 那當然啦 你不跟國的都不跟一個國家 所以你的口味就不一樣 這都是正常的事情 不是說我們的好家拍照 跟這沒關係 但是就是說 有一些地方 我們有時候 要交代外賓 最沒有乾淨 清潔 是最起買的這種的必備 當年啦 阿妹仔我跟他介紹去的那間 他吃得很開心 很開心 就是我們那個阿公 阿公阿鹹味 那麼大家要知道就是阿公阿鹹味 其實我經常在說 阿公阿鹹味 阿公不是那個公 不是那個憨啦 他又敢 然後勇敢的敢 一個心 啊 他起來叫做阿憨嘛 那個北京會說阿憨 阿憨在 但是 也不是 在台語大家 託做阿公 也不是阿公 那些人 台語才開始是 蓋的 蓋的 我聽那個 我有一位朋友 台語的老鼠告訴我 說他應該要蓋的 蓋的 另外一個呢 就是 這個阿公的祖竟 貴的祖竟嘛 還有一個祖竟呢 另外開一間 五王子 那五王子 我聽我的朋友說 那一間是 蓋 阿憨是蓋的 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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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朋友說 阿鹹是哪一支 阿鹹是人字旁 一個詩器的 詩 蓋的 阿鹹 這是台語老鼠教我 當然 大家 會好蓋就好 不過 我們都是說 有時候 台語其實是 很順的 高級 所以有漢字 大家也忘記 因為 是日本人 他想要來吃 指定要來吃這個 薩肉魚 所以 這讓我這樣 想起來 欸 我們薩肉魚 對台南人來說 是非常重要 我常常在開玩笑說 我們有時候 在紅台天來 薩肉魚 不會負財收 不會負責 不會負責 給國警 好好起來 薩肉魚 就因為凍死 寒流來 凍死的 什麼紅台來 有安全的 所以我常常在開玩笑說 薩肉魚 在台南 如果有負責 死了 後 台南也會 搖死一半人 因為薩肉魚對台南人 太重要 因為 幾乎我們 台南人 在吃很多東西 都會去遭遇到這個薩肉魚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才會沒有一本齊好的來講這個薩麥芝 或是沒有一個專家的好的來講這個 金庫薩麥芝跟我們台南的故事 可能有啦 我可能是孤禄寡文我不知道 我自己也是要經理過 所以我今天要來跟我們所有的台中鼻舞 我們好的來講一段這個薩麥芝 我們現在就行為這個薩麥芝的名簽公器 有很多人說薩麥芝木魚為什麼叫薩麥芝呢 因為那個時候鄭成功來到台灣建立他的正式王朝 各位 正式王朝不是明正 明朝已經亡了 就像現在的中華民國 不好意思 三十九年就亡了 其他就流亡政權 那麼如果依照現代國際法來講 那時候明朝就亡了 一定死了啦 明朝死了啦 好 所以應該正港的這個情侯要說是正式王朝 這個才是我們這個有台灣歷史官的人 應該要這樣去看待 所以呢 別人說人營益營 什麼名正名正 哪來的名正 所以我搜尋裡面 什麼你都注意看 都是正式王朝 我們照那個國際法的觀念來講 不能亂亂說話 好啦 那麼這個鄭成功來到台南以後 就是有一位中華民國際法 就是因為鄭成功不要亂亂說 沒關係 去煮一隻的魚 就是三百隻嘛 三百隻給他吃 那麼鄭成功吃完之後就說一句說 這是什麼魚 不好意思 鄭成功跟他們說 這是什麼魚 我跟你說 我現在去那個 我們台南的這個 顏秉君王寺 其實那裡有很多 那種阿辣的 我們這個環境的大陸來 阿辣的現在在那裡 在那裡騎上那裡騎上 我都在那裡騎過 先生 請你們幫我拍拍照吧 我都在那裡騎過 來吃吃客 來吃吃客 但是 我不相信鄭成功 會說這個北京話 因為以前小時候就是 他在日本出席 出席後就在那裡騎到 一個日本武術他們家大學 這樣可以說鄭成功是 絕對會說日本話 那麼後來你如果注意看鄭成功的歷史 拜託話好嗎 他也這樣打到那個鄭江那裡去而已 上官也打到那裡去而已 他在趙去北京 去到北京話 親切跟我說說 對 全四人都在東南沿海而已 我剛才去過鄭成功的故鄭 他們南花酒精的地方 去那裡 那些人說話跟我們台灣人 音不一樣 音調不太一樣 他們那些人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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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話很容易弄幹算 那實在是 用字淺詞實在是 非常的 那中國人都會這樣 問一個路 三個月就說出來 擦擦擦擦 都是往哪裡去 拜託我幫你問路 你把我擦擦擦幹什麼 你怕死的 那這個時候 有的人說這台灣人 要弄幹算 那我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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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可能會說這是什麼魚 然後呢 會別人聽到就說 這原來是國善亞 要弄幹什麼魚 和這什麼魚 所以他要再變成虱目魚 我聽你的說 你不要拜託 你如果是在這個台南 我們問路一部說 沙漠魚沙漠魚 我們在跟他說沙漠魚 他會跟你說 沙漠 沙漠喔 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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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標示說 淨漠魚沙漠魚 應該是沙漠魚 但是 我們那個 慢慢沙漠魚沙漠魚 所以變成沙漠魚 你如果去查維基百科 不好意思 維基百科跟你說清楚 這個有可能是 西班牙漠 或是 台南的 在地的原住民 希拉牙的尾 有可能是那個 我們 台灣 台灣基本上是 有很多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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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本位 我說不是 欸 他說 不是對外 我告訴你 我有一種 我沒有去荷蘭 我去荷蘭 早上就吃這個 西餐 就吃這個麵包 bread 我就跟那個 荷蘭人說 我想說荷蘭 荷蘭通地 過台灣 而且是 台南是 定義 那時候通地的中心 所以我就問他們說 欸 這個 這個bread 你們 荷蘭話怎麼講 啊 結果呢 他們那個荷蘭人就跟我說 他們說 棒 棒 欸 棒喔 我來問他說 我沒聽過 有種說話說我做棒 那是從哪裡來 那是什麼話 結果那個荷蘭人就跟我說 喔 那是 spanish 西班牙語 西班牙語 就對了 欸 聽聽聽嗎 這個 麵包 我們以前台灣人是沒有在吃的嘛 那要先用一次之後 他們一次之後 他們當然有幾多種的公款 啊 慢慢就是說 啊 日本那邊啊 其實日本也是說棒啦 啊 啊 日本可能有哪是由西班牙語來 啊 啊 啊 慢慢的 這句話我們就當作是我們 台灣人一定會說 就是說那個 吳寶春那個 西湖有沒有 他就特別去用 創作一句說我做棒 喔 說我做棒 好啦 沒關係啦 啊 反正這個外來語嘛 啊 因為我們這就是說 啊 你如果帶著一種語言 啊 去別的國家 啊 你如果是沒有到外來 在來往 比如說很多台灣人 去到 美國 啊去美國的時候 他變成黑名堂 不可以回到台灣 啊 那些台灣人說的事情 對總停留在那個 你如果說 比如說三十年 沒回來台灣 我跟你說 他就是 他的語言就是 會停留在那個時候 停留在 他當初去到國外的那個時候 因為他 在美國 你是要跟誰說台語 齁 就大部分都是 說台語都是台灣來的 會來的 啊大部分都是那些黑名堂的人 啊 那些黑名堂的人 還沒回來過台灣 所以他的台語就是 都停留在那個時候 所以我現在在說一下 是不是 我有一段 我去訪了一個 他是 我們那個 聖公 早期 去到這個 美國 去用黑名堂的 他喔 他喔 跟我說一下 他說 欸 我來去 講電話一下 蛤 你說什麼 講電話一下 你有講嗎 你現在 我們台灣人 一定 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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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聽什麼 說電話 各位 說電話 在我小時候 聽過 我小時候 整個整個 只有一支電話 那個電話 沒有開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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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三十年才有人說這話喔 我們現在也是打電話 打電話,不然你給我打電話 我告訴你,過幾年 強行連什麼打電話 這句話也沒問題 我們知道現在大家都用手機 在咖然下面哪去 都在那裡台南哪去 你幫我耐一下 可能會叫一下我ml meni甚麼說電話 關電話廣闊 你幫我耐一下 真的很非常神奇 所以我聽到這句說 說電話就很奇 好的,這碗陀磁 對於是在作門 credits 可能。那是花錢 那麼真心說就是,飼這個三百鬼啊,如果我有一個人去一間三百鬼店,看到他有在成列過期如何飼三百鬼,知道嗎? 他那時候飼的三百鬼還有做千瓶啊,千瓶啊,錢瓶啊,其實他在飼的三百鬼不是像現在這個魚蚊,是黑了很青,他那時候是錢瓶,有人說,那個三百鬼忙著了,怕死人要用曬飼的,用大便養的,怕死人要用大便養的,結果呢,有一位努力前輩告訴我,那個是誤解啦, 因為,失目魚是在吃藻類,他那時候才會說,早期,那種比較沒有衛生的時代,你會用曬飼,現在放下去容易生藻,生藻呢,他就會去吃那些藻,是這樣來的啦 但是,後來呢,我有去一間,大公司的老闆,他知不知道嗎?他在尺這道三百鬼啊,或者宰他們的房間有哪個漁碟啊? 也有千瓶 也是千瓶 千瓶子在餓 但是不知道是怎樣 牠的麥芽吃起來不好吃 為什麼不好吃 我告訴牠 我後來了解牠的 牠是用米糠下去餓的 米糠啦 米糠啦 米糠就是我們吃的米的外殼 米糠下去餓的 吃起來不好吃 牠跟我說 米糠餓起來比較沒魚腥味 魚大得比較好 但是我後來發現 吃米糠是魚比較好吃 魚肉餓比較沒味道太老 原來是過頭大吃 我不知道去看過人多多魚 魚肉餓這個鯊肉餓 大部分都不會吃到很大吃 尤其是現在有那種小家庭 你會說一隻幾十斤 這麼大吃 你會叫牠切幾天 這鯊肉餓很奇怪 尤其是海產類的東西 你不可以 說這樣平幾天才要吃 尤其你已經先處理過了 你如果說這樣 一隻鯊肉餓買回來 你總給它平身 我告訴你 過年會被它炒掉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鯊肉餓 如果是上去到中北部的時候 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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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我以前在台北部的時候 我當時去吃那個鯊肉餓 不知道是怎麼煮的 過年 譬如說有人吃鯊肉餓 那鯊肉餓 整塊都已經切好了 那現在那個水 水蓋下去就放進去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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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殭屍 放進去 殭屍 那湯不是用高湯進去烤的 我們一般要吃這個鯊肉餓 尤其是鯊肉餓 一定要用鯊肉餓滑進去烤 拜託 烤也是不能烤超過三四點鐘 你不能說我一瓶這個高湯 從早上一直烤 烤到黑暗 只有鯊肉餓滑一直烤 一直烤 一直烤 那沒這麼多 最後 烤到後來會釋出毒性 我是聽人在做的人告訴我 不過 我們這個在鯊肉餓 過去我以前是年輕人來看 我人家鯊肉餓 剛才那個魚齋 在玩那個魚齋 以前那個魚齋經 也就是漁苗間 我們這個鯊肉餓的漁苗 在台南加深密宿 就是說 魚苗不是養殖 它必須要在那個海濱 河海的交界處去撈 去採 所以 常常一年賣 三年以後一年賣 所以有時候四目魚的這個魚苗產量不夠的話 當然你要養鯊肉餅就不夠了 是不是這樣就你 所以那個時候 我找那個魚齋經 去看人玩鯊肉餅 那個時候玩鯊肉餅 我給各位報告 喔 還有唱歌的耶 我那時候還有錄起來 他就是一加二 二加三 三加四 那個我沒有唱啦 但是都用唱歌的 唱一唱 唱一唱一百 還有一條線 它還有一個圓盤 唱一百 唱一百 還有一條線 真厲害 一邊唱歌一邊看 還算得準準 一百就是一百 一百公園也不夠十九 那多厲害呢 那如果是在牆壁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獵鯊肉餅到暗時 他們就在 他們的腺椎子出去了 就開始在獵鯊肉餅 是怎麼要看呢 要看獵鯊肉餅的精方 鯊肉餅喔 從精方就是中 他們的肺霧或什麼都投出來 那你就看獵鯊肉餅在那裡 齁 跳到喔 你在晚上差不多十二點的時候 去看 人在獵鯊肉餅在獵鯊肉餅 很精彩 非常精彩 非常漂亮 因為這個鯊肉餅啊 它本身是營色的 所以你在那夜間 燈光打下去 稍微一直看下去 哇 這樣一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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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繁星點點 漂亮到扁過去 很漂亮 現在就去看獵鯊肉餅的人 這裡面還有一句真心的話 叫做 看獵鯊肉餅大雞 這句話有一位是朋友說 阿姨佛你講粗話 拜託 我在講民俗 我在講俗語 這句話是我們先民講的 說什麼都講粗話 這有這個 看獵鯊肉餅大雞 哎呦 你怎麼講那個地方啊 拜託 這是在跟你講過程 鮮明的語言 為什麼說看獵鯊肉餅呢 我們現在 你如果去看獵鯊肉餅 他就穿一根青蛙裝 青蛙裝就是連身的 連到這個腳下 所以下半身就是 入到這個魚鯊裡面的時候 當然上半身就不會沾下去了 起來用一用的 這樣他整身骨不會沾掉 但是古早時不是這樣耶 古早時代啊 那時候我來 我又帶那個 我在做電視台總籤 帶了一堆人馬來騎 那堆人馬來騎的時候 就看到我們的魚鯊肉餅是穿什麼呢 穿滾 穿真的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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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聽說下去是最好不可以穿內褲 當然 像那個那時候電視台主持人 這個魚鯊肉餅 他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他還很快的 不知道市委對他 他說 不穿內褲是用那個釣嗎 為什麼要用那個釣 為什麼要用那個釣 我們是在砍口子 人家什麼在釣 釣釋木魚 你要笑死人的 結果下去了 這個魚鯊的裙子就會浮上來 就前面那個圍裙就會浮上來 浮上來 你若是老闆跟鯊 做火在裡面 去釣釣木魚 當然兩個裙子都會浮上來 浮上來 常說就看到老闆說 噢 原來你也不比我更大 所以拼大魚嘛 這個是有意思的話 他說看過我們拼大魚 就是說我們一旦下水 去釣釣木魚的時候 不好意思 沒分頭鯊 沒分頭鯊 我們拼大 所以這是很有意思的畫 再來還有一句話 說 欸 我如果聽你這個人在說話 噢 聽到我會倒閉 這樣 不然有一個 我問我一個 它是水散的這個 水散的報酬啦 啊 接下來呢 它是還有那個台魚 對台灣才有心 在那裡研究台魚 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才會 有一句話說倒閉 他說 啊 漁夫啊 這句話我還沒研究過 因為喔 海仔從這個 水底洪涼起來 他就是抽筋 啊 抽筋就是倒閉啦 他說 這整句話 是應該這樣說 我聽你在說話喔 海仔會倒閉 沙漠魚會倒閉 沙漠魚會倒閉 現在會倒閉 噢 整句話是這樣啦 啊 你看 現在如果倒閉 就是要死了嘛 海仔倒閉也是要死了 沙漠魚會倒閉 沙漠魚會倒閉 那就差了 所以我們就是 海仔會倒閉 沙漠魚會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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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部的旁边 一手二手 但是 最后在生完盆 在处理 做初期的食材处理 那个叫做水咖 水饺 不是那个水饺 水旁边的咖 咖啾就是 就是水咖 你看很多人在处理 那个沙漠 那个时代在处理 沙漠的鱼皮 上面的鱼林 叫做打鱼林 打鱼林就对了 那时是用什么呢 他用那个汤匙 然后慢慢把它装到 那个鱼林 把它抠起来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 我有一次去看 现在现代华 到电的 驾一支电动的冠 那冠不知道是怎么办 很厉害 一只鱼杀人 就像我们的剃头 我们去剃肝头 然后 Wallace cycle 这样差不多 差不多간两分钟 整招头就有 头部就落下去了 然后在冰作 对头 然后呢 才 Wiz 真的假装鱼 要 geht一co 伤亦 一郎一群 这样吃起来 也算喔 就 Europ catch 赶到台南市 划到台南市 差不多是两点 所以你若是一般自己去處理這些魚的人 雖然他把魚打掉了,但是你還要什麼放火 什麼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就要再種到那個魚 看裡面的內蟲什麼要戳起來 這很麻煩 若是台北人處理的都差不多兩點才會來接魚 接魚 像我在精華錄 你看精華錄那裡有一間精華四目魚 這個老闆一定七八十歲 聽說他還在晚上 不然那兩點我就在那裡等了 等那魚來呢 現在就要出魚骨 要處理有的沒有的 我們在台南吃三毛魚其實 我們吃魚沒有魚吃 吃肉沒有肉類 我已經說幾個頭 我去今天演講講這個 為什麼呢 魚吃都處理掉 肉類就是筋 那個筋都沒有筋 所以每一種東西加起來 不會最吹氣 你在台南吹氣會變好 因為你每天要吃 要啃螃蟹那個 我沒有你的辦法 你每天要練鐵齒公 我也沒辦法 你如果要在那裡吹氣 我也是沒辦法 他在處理的時候 很有意思 處理這個蟹氣 要把它處理得沒有 兩種方法 一種是細切 細切 細切就是把蟹氣 斷掉那個魚刺 另外一種處理的方法 我一件在阿昇的眼尾那裡看到 喔 那真實在 欸 把魚肉洗起來 用手掌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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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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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種就是你要做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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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點掛出一掛出一掛出一種感覺 所以當然有一點切齊的感覺 有一點切齊的感覺 所以那個魚吃就不來 就不用處理 另外就是有一個人很喜歡吃那個 你現在去看他就比如說在精華師母 他就問你魚肚要吃嗎 魚肚要吃嗎 他在說三個月 要吃嗎吃 有的人是要那個魚肚 或是蝦餅那瓶肉 那瓶魚肚的蝦餅 蝦餅那瓶肉裡面 再放一點點吃起來 會飽足感才好 這看人的口味 所以我們這個 台南人你看看 像吃這個三個月 那工夫就找到三個月 這樣你看有厲害嗎 不好意思我還不記得說一項 還有一項叫做 蝦餅雞三目魚 蝦餅雞三目魚 相信這米很多人吃過 簡單講就是錯溜 錯溜不管什麼魚 你什麼魚 你怎麼做錯溜 他都會讓人用 這蝦餅雞代步 這人寫法是寫著 五柳枝 就是柳樹的柳枝葉枝 五柳枝絲目魚 這寫法不對 為什麼說不對 我跟你說我有研究 不是五柳枝 是五柳枝 錯溜魚 是以前有一個很強作材 的女人 他呢 去開了一間 這個 餐廳叫做五柳枝 五柳 因為餐廳邊有五枝柳樹 所以叫做五柳枝 我們叫做五柳枝 是不對的 比如說我們在寫這個四神湯 我們叫做四個成名的成 叫做神名的神 那是不對的 是四個大成的成 那是重要的名 所以應該是正確的學法 是四成湯 比較說我們台南人在寫這個 香腸熟肉 煙蒸食肉 香腸熟肉 煙蒸食肉 我重複一件 你就應該聽得比較清楚 不好意思 這個 經過人研究 什麼不對呢 不是香腸熟肉 不是煙蒸食肉 是煙蒸食肉 食肉 食肉的魚 食井面的食 各種肉的意思 所以正確的學法 應該是煙蒸食肉 這樣才是吃一樣的 所以 你給我看 我只會說 從頭到尾 告訴你這個證明 就說半天 我說你 有雞 薩肉 其實是這樣 他就要說 什麼 因為薩肉 多次嘛 要在裡面吃 一隻一隻抽出來 那算是有餓 沒有餓 但是我吃過一道 是沒有什麼餓 沒有餓 但是有 有餓說 裡面有幾百隻的餓 都要抓出來 有餓 不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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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我日本這個熱居壇 我其實有寫到 就是說 我們這個薩肉 大家要利用的方式 當然是幾百種 所以呢 我再跟大家分聽一下 第一項 就是這個 這是魚頭 魚頭有兩種 一種是鹹青 一種是用滷的 這用滷的 我一種問人說 你這滷裡面的滷汁要特別注意什麼 他說不可以說 不跟我說 不可以跟我說 最重要就是 有兩種的豆瓣醬 一種比較陷 一種比較不陷 到底是怎樣 我不知道 看不到 但是我們知道 這台南人搶魚頭 我告訴你 真的有特異功能 我看過 差不多七八十歲 老大哥的老婆 那兩個 兩位很厲害 那魚頭不知道怎樣 補一隻 一隻一隻的魚尺 都這樣透透出來 透到那裡一隻雙 那有特異功能 那這隻搶魚頭 說到這隻搶魚頭 這隻搶 那有人問我 搶是怎樣 好 搶魚頭的搶要怎樣 搶 搶 要什麼 結果 後來我也還是找一問人 原來搶是要下一個 舌頭的蛇 舌頭的蛇 旁邊是一個允許的允 蛇 蛇頭的蛇 允許的允 我 我問准你做什麼事情 蛇頭的蛇 一個允字 這個 在台語頭的蹭 這真實在無論夠做的 比如說 我講到那個魚的魚背 魚的腳架 腳架 我們叫做魚背 魚背 但是如果是魚的頭部 到這個魚刺 這一段呢 叫做魚 聽到我聽過的人 講過 他叫做魚 魚 魚 這什麼 這邊都嚇我 我不知道 我現在還在研究 這人如果有知道 聽這種譬如 麻煩你就給我指教一下 這個魚差不多在魚身的中間線 魚身 魚的行骨的中間線 下方一點點 那個是兩兩肉 什麼叫兩兩肉 兩兩肉 兩肉 兩肉 那塊肉只有兩兩肉 這兩兩肉 聽說那塊最好吃 最軟 接下來又沒有魚吃 這個 有人跟誰做魚食飯 魚的肉食就對了 魚肉食 那魚肚呢 這個魚肚 這魚肚 看你是要怎麼吃都可以 魚肚就是精華 當然就不怕去給魚 這個刺到 刺到的刺是怎麼刺 刺到嗎 錯 不是刺到 要刺一支竹字頭 那邊是不知所措的錯 你說這是不知所措的錯 你說這是不知所措的 不知所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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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措的那裡都會有什麼 這個瓶水魚肩 如果在做那個薩肉魚的瓶水魚肩 我告訴你 最高級的 最高級的 那個薩肉魚的瓶水魚肩 裡面有放魚肚 這是最高級的 要在這裡 裡面不是有什麼 你看 那魚皮咧 魚皮好問題 魚皮有的人是用那個沾粉 像是一種皮 皮下去沾粉 但是你如果是要做那個 薩肉魚肚 裡面一樣放魚皮 不好意思 魚皮的下方 還要有一層肉 才可以親像 三四米這樣感覺 啊 魚頭呢 魚頭呢 這個 港附罪 魚頭 我一層去一間 那個圖書 那個總部是沒有對外營業的 我都叫他那個 瓶水啊 他是沒有對外營業 他是 是你要他營業 那營業後呢 他才有在賣 啊 有一天有一個特性 實在是很 很熱心 看到我的那個 網站裡面 有去那裡 看我快點 打營業 要他營業 我還有很多 還要買到 很多人要營業 做不到魚 他就說 不接受了 我們台南很多 這麼好的 我還要下下去 我自己也都輸了 這太多了 啊 這魚頭 當然有人乾煎的 有人做大的 那麼乾煎的 這是大 這是 我告訴你 那幾百 除了你在選魚頭 要選得很好 所以還要怎麼去沙 跟他裡面的東西 那些沙子 都把它 都把它拿掉 好 這也合文 大大的合文 那魚群呢 魚群呢 就是本來 熬湯比較多 欸 這隻魚 利用到這種程度 真的實在是很厲害 啊 這個魚籃 魚籃 我聽他們說 現在魚籃 在做什麼呢 這幾個人在收集 那收集 要做什麼 原來可以 說什麼 裡面可以把 什麼膠原蛋白 什麼抽出來 我聽不懂 他說可以做化妝品 啊 所以我們小姐 如果我在告訴你 柚泡泡 柚泡 柚泡 柚泡泡 柚泡泡 哈哈 這膠原蛋白 你叫我以前的朋友 聽到 他說 什麼膠原蛋白 不膠原蛋白 你那些雞蛋打一下 你面膠原蛋白 就可以了 還在膠原蛋白 哈哈 我也猜 看人 很多人 說 尤其現在這個面膜 又流行 什麼膠原蛋白 搭在那裡 才會這樣 漂亮 沒有 我也不知道 我也在搭 所以啊 你看這個沙漠魚 對我們 台南人 這怎麼重要 整隻的 可以這樣吃 才能得到 所以 當那些外國人 那些日本人 來到這個 啊 台灣的 來我們台南 啊 啊 啊 感覺很感動耶 啊 這其實真的有在 好好地研究我們台南 這不是那些青青菜菜的呢 啊 要吃 柚泡泡 他如果是說 指定魚肚 也很帥 指定魚肚 要吃柚泡 所以還要吃那個魚肚 哇 這 這個學問也大了呢 我們很多朋友 不知道說 我們台南的這個 啊 說到吃柚 是有很多層次的 第一行 叫做飯湯 飯湯是啥 飯湯就是香菇飯湯 香菇飯湯 在我們這個 古代時代 我第一次問過 那個 做香菇飯湯在國華街上 還要做一行 叫做蚵仔煎 他這兩個都特別的特殊 他的香菇飯湯 跟他的這個蚵仔煎 我們普通 如果是在吃蚵仔煎 尤其是在這個 中北部上 你覺得吃到那個蚵仔煎 有放肉食的 覺得 他有放肉食 那很多人問我說 啊 放肉食是不做什麼 我在家裡也是問說 你放肉食不做什麼 那蚵仔煎 那裡放肉食不做什麼 就說啊 你不對 說人家這個 因為蚵仔是本身有腥味 腥臭味 所以一定要用這個肉食來壓味 這一樣呢 你要吃蚵仔煎 也要用肉食來壓味 對 不是那麼簡單 要吃蚵仔煎 肉食要把它淋下去 那當然用煎 那是另外一回事 啊 所以呢 只要吃這個蚵仔 啊 最簡單就是那個 不是最簡單 應該是說 香菇飯湯 是香菇 烤肉 蟹仔什麼 放一會 之後一種高湯 倒下去 那叫做飯湯 不是叫做蚵仔 啊以前跟這個蚵仔煎 是這個 啊 算說 跟蚵仔煎 算說兩項是必備的 他說 他說這兩項 他是那個 當初他們的 長輩 去跟日本人好 哦 為什麼跟日本人好 他說香菇啦 蚵仔 這些東西 都是為到這個 日本來的 那時候台灣哪有什麼 香菇蚵仔 哪有在吃這個 日本人不吃西飯嘛 生病才吃啊 我聽說是這樣啊 後來 他告訴我 是因為日本人 本身是沒有吃蚵仔 但是來到台灣 看來台灣人在吃蚵仔 台灣人為什麼吃蚵仔 台灣人老實說 就沒有錢 我們以前時代說 就散啊 啊 所以呢 有什麼沒有錢 就吃蚵仔煎湯嘛 蚵仔煎湯裡面 如果人兩顆 飯一顆 我就覺得很好 這樣啊 但是日本人本身 如果有去吃到這種 西飯好了啦 泡飯 就是有名的茶泡飯嘛 你如果是像我這樣 我去這個 驚渡 驚渡是這樣的 驚渡的餐廳 你如果是說 去那邊吃 吃得很冷 人家就要打烊啊 你又不想走 人家裡面那種 媽媽桑就出來問 你說 客人 你是吃蚵仔嗎 沒有啦 你如果不吃蚵仔 有需要 我再給你泡一個茶泡飯 各位 茶泡飯的意思就是 你們祖母在關店 不然你到底是要走不走啦 趕快結帳啦 買單啦 他說得很穩順 當然啦 這 驚渡人 尤其是這樣 蚵仔也有一大堆啦 我有一次去驚渡 去一間餐廳 吃 吃吃的 你不知道多好笑 出來把我笑算不對啦 我 如果我說你這個賬算錯了 這樣 他自己換他算不對 從為那個餐廳裡面 一直給我打烊 一直打烊 你怎麼打烊 我人家一定走到外面 走啊 他還在那裡打烊 好好好 所以我差點沒有切腹 這個連錢 他們阿公連痕 我有一篇文章 蠻有趣的 叫做糊塗 什麼都糊塗 什麼都糊塗 咧 他平衡文章裡面 是在說有一個餐廳人 第一次來到台南 他去吃到那個台南的鹹味 他說 哎唷 那韓芝蟹怎麼吃那麼好吃啦 嗯 吃鹹味 你叫什麼韓芝蟹 喔 原來是 配鵝 並沒有 散這個稻米 那個時代 當然現在配鵝也有啊 所以他吃到這樣 隔天吃太鹹味 感動到 哇 韓芝蟹怎麼吃很好吃 韓芝蟹湯 什麼韓芝蟹湯 所以這個叫做糊塗 有糊塗 故事是這樣來 那麼 這個阿嬤啊 他就要求說 要來吃到 我們的這個 薩蟹蟹 喔 我開始呢 在那裡頭痛 小小的說 阿公的那個 阿公的那個 那個 鹹蟹是有什麼 他叫做半粥 那麼 很多人問說 什麼是半粥 這樣啦 我有一群 喔 早上五天五 搖到 弄不掉 一早就看 小小的 這麼站起來 走去阿公那裡 那裡準備 吃他的 把他看了 阿公在那裡 開店而已 打開店 他說他再去 你還沒做什麼 我不會去 不用了 我快點煮 他說 沒有我都 我要先煮飯 我總 ement在那裡 煮飯 煮一堆 有的不的这样 啊 这看到他 在那里煮饭 他的米刚在煮嘛 煮煮的我说 他都放起来 我说嘿嘿嘿 等一等一等 你的米怎么熟了 他说不是不是 这米是怎么用的 这米要煮到半开 半开啦 半开之后 才放起来 才放进米 我们去吃的时候 他的高汤里面 再下去熬 还是用这样来 你看 他用这种伴奏的煮饭 才好吃 这真的不简单 还有一种的说法 是说中到 这个饭 要隔夜饭来煮才好吃 这个我到目前为止 在那里 看过有人这样煮 但是我妈妈妈这样用过 这样煮味也不错 为什么是这样 可能是因为饭料 有点淡的关系 另外 还有一种 就是广东粥 那广东粥呢 在台湾是吃的 就是饭料 其实广东粥是要 见水不见米 水米容易 就是清朝的 什么圆梅 这种的就是 广东粥其实是看不到米粒的 这些深色就是 你如果去金盟 金盟人早上起来 跟你问 你说你要吃 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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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吃绿梅 没有 你不能下着米糕粥 正确学法应该是米糕米 这是清革的 你看这样多有趣 所以在这个金盟 在吃早上吃绿梅 一分两种 一种是广东粥 一种是闽南粥 两种不一样 闽南粥看得到米粒 广东粥看不到米粒 所以你跟他说 小小小的一个阿笨 来到我们台南 说他要吃一个四目鱼粥 你看看 只有我这样 可以跟你说一分钟 所以你跟他说 我们台南的吃食一种文化 真的很精致 所以不知道有那种 较厚的财气 财气重横的人 是不是可以来 这样好好下一分 台南的这个 三目鱼 只说这个三目鱼 这个恐惧 你如果说 要这个 要这个叫亲家人 那些不简单 尤其吃到没来 你感觉我们三目鱼 有很多话 我还记得 最好记得 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台南 有一句话 叫做 暖粥欠打扎 暖粥欠打扎 小年人说 我哪有 但是老一百 都知道一句话 暖粥 什么暖粥呢 我有一次去 罗里面 去看了一种鱼 叫做粥鱼 哦 那粥鱼 外面 看起来 很像那个三目鱼 但是它比较黄 比较黄 其实它是 三目鱼的近亲 但是这种鱼啊 来做这个 这种鱼 如果要煮的时候 要把它打 要把它讲 讲讲的 它的鱼肉 这会轮 这会比较Q 越讲越Q 这种鱼啊 听人家说 是做三目鱼丸 最好的这些食材 我有一专鱼 去看人做三目鱼丸 才知道说 哦 他们说 有什么 有 一般有 在说 暖粥 缺打扎 但是三目鱼 用鱼 鱼丸 用鱼丸 用手做 手工做 又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鱼丸 做的 做起来 就这样 机器的力量 比较大 手工 当然是 手比较不难 它这个 鱼丸 做起来 每个都 很白心的 很白 很白心的 所以吃起来 没有空隙 但是你要用手 就是 这种鱼丸 鱼丸 鱼丸 准备 在生起来 现在鱼丸 刺下去 鱼丸 都落出来 这样就吃鱼丸 这种鱼丸 刺下去 鱼丸 鱼丸 就吃鱼丸 这样做起来 这鱼丸 就会变成 有一个 小小的尾巴 像我们天津草栗子的栗子 这样 那种鱼丸 吃起来 我就故意说 因为我们这鱼丸 有限 所以我们落出来 的时候 就有空隙 如果有空隙 这样吃起来 当然就会爆强 好 今天很欢迎 可以来跟我们 所有的朋友 我们大家联合 来了解 这个鱼丸 有这么多 处理的事情 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 这是 FMQ1.5 自有 自身 渔夫自有 走 让我一周 记得 晚上 九点 一定要来收听 你如果听到没话 快点 要去渔夫的部落格 渔常健谱里面 或是 去渔夫的Facebook里面 做粉丝 这样你就会 晚上 星期间 晚上 九点 你就会看到我发布 这个 我的 所有的 录音的 这个数稿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了 这样好吗 好 我一周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